這球比12強 是12強 跟正 12強 這棒打出去又是一個蠻深遠的飛球 還在飛啊 打在圈圍打牆上 哇 長達出現 以為又要開轟了 有機會喔 這個球 距離稍微短了一點 打到圈圈打牆的一個下緣喔 我知道對方投擲球的機率是高的 這個出棒夠快喔 哇 我以為真的馬上他的第八隻手打席 全雷打就要出現了 不過這是尾端那邊掉下來稍微快了一點 這一個中線 沒有接到 那這樣子都上壘了 當然因為中線如果速度快一點的話一定穿啊 那張正宇呢 感覺是比較可惜 他手伸出去以為會有機會接的 對 所以這個球本身有一點難度 因為中線移動距離比較遠喔 那給他的一個手套判斷擺的位置的一個時間 也不太夠喔 因為第二個彈跳點比較近 那這個距離應該有了 而且還蠻遠的 看著球 打在圈圈打牆上 那現在這個回傳被擋下來 不過林立得分了 長達一隻 今天一局啊 樂天的打線已經兩個中牆了 哇 祝以前這一棒有點可惜喔 應該是蠻有機會挑戰的 那只能說徐秋季這個球 是投得蠻低的喔 程度像祝以前這樣有power的打者 硬拉起來也只是打到拳壘打牆而已喔 就連千鍋都知道追不到啊 對 這球是有被搖中的喔 這棒打出去因為Dio Carlo 那這樣就是2分打點了 哇 又是一隻長達 哇 小師兄繼續打 2分打點回來一局啊 樂天呢就在進攻跟上有收獲 而且這回是他的第986支的安打 還是有掉下來 但還是被逮到 對 還是滑球 如果剛才提到說 這個他的另外一個招牌武器 這個差值面數到現在為止 那時候已經被打了兩戰 但還沒有 好 打穿了 那現在就要比速度了 二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嗎 沒有錯 因為有 因為林孝成裡面有團粉蕾 所以徐惡希近期連續四場優質先發的內容 破功了 中斷在這一場 而且在第一局被連打四支安打以外 有三支的二連安打 然後再次再用一支 進來 加入半個機場 進去 才可以 進去 凍貌